好 爭取藍營2024的總統提名 上午黃雄雄本來到了新竹市 來拜會新竹市長高鴻安 而下午他也來到新竹縣 來拜會藍營的議長張振榮 不過會後也被問到說 張振榮議長會不會來支持郭台銘 來代表藍營參選2024 郭台銘是看到張振榮有點面有難色 直接說我來幫他回答好了 還說大家不要再為難他了 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議長拜託了 我議長現在也不好說話 你們不要老逼議長說 很多地方 放下一點 不要 他特別在樓上沒戴口罩 就下來戴口罩 他口罩不是怕疫情 他不怕你們問問題 我認為說 不要 我以前很多地方我不要為難 在現在在最後階段 我們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大家最後一定要團結 議長的交代 曹新城在這新竹大家都很熟 我想 每個人有記住 言論自由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好 除此之外呢 包括這個曹新城也發文 向這個郭台銘喊話說 他目前身邊就是一堆蠢人 應該要來注意一下 不能整天只是喊著要反對台獨 對此郭台銘說 自己是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大家也都是老朋友了 但當被問到說 會不會自己親自致電給曹新城 郭台銘則沒有回憶 以上就是現場最近情況 將時間交還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接下載TV 郭台銘